地貌德后书第二章 所以,我儿,你应因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恩宠坚强起来, 应把你在许多证人前由我所听地传授给忠信可靠的人, 使他们也能够教导别人, 应如同基督耶稣的精兵与我共受劳苦, 没有一个当兵的为叫他的元帅喜欢, 而让日常的俗物产生的。 若有人竞赛,除非按规矩竞赛, 是得不到花冠的。 劳苦的农夫,你当先享受产物, 你要了解我所说的话, 其实主必要赐你了解一切。 你勿要记住, 根据我所传的福音, 达位的后裔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了。 为了这福音, 我受苦以支带锁链, 如同凶犯一样, 但是天主的道绝束缚不住。 为此, 我为蒙选的人忍受一切, 为使他们也获得那在基督耶稣内的救恩和永远的光荣。 这话是确实的, 如果我们与他同死, 也必与他同生。 如果我们坚忍到底, 也必与他一同为王。 如果我们否认他, 他也必要否认我们。 如果我们不忠信, 他仍然是忠信的, 因为他不能否认自己。 你要提醒人这些事, 在天主前恳切劝诫他们, 不要在言辞上争辩, 因为争辩从能颠覆听众外, 丝毫没有益处。 你要努力在天主前, 显示自己是经得起考验的, 是无愧的工人, 正确地讲授真理之言。 至于那繁俗的空谈, 勿要躲避, 因为这些空谈多使人趋于不尽。 这些人的言论如同毒癌, 越烂越大, 其中就有伊莫纳约和菲勒托, 他们离开了真理, 说复活已是过去的事, 颠覆了一些人的信仰。 但是天主坚固的基础, 屹立不动, 且有这样的课文说, 主认识那些属于他的人, 又说, 凡呼号主名的人, 应远离邪恶。 在大户家庭中, 不但有金器和银器, 而且也有木器和瓦器, 有做贵重之用的, 也有做卑贱之用的。 所以人若自洁, 离开卑贱的, 必然成为贵重的, 圣洁的, 有益于主人, 便利行各种善功的器皿。 你要躲避青年的贪欲, 但要同那些 以纯洁之心呼号主的人们, 追求正义, 信德, 爱德, 与平安。 至于那些愚昧和粗野的辩论, 勿要躲避, 因为你知道辩论只会产生争吵, 主的仆人不应当争吵, 但要和气对待众人, 善于教导, 凡事忍耐。 以温和开导反抗的人, 或许天主会赐他们悔改而认识真理, 是这些被魔鬼活捉去顺从他心意的人, 能觉悟过来, 摆脱魔鬼的罗网。 感谢观看。